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莲江离湛江非常的近 今天我来到莲江的高桥镇 我身后这一片是高桥红树林自然生态保护区 这个红树林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受保护的 为啥呢 就因为它很稀有 它被称作海洋之废或者是海洋之肾 可以净化海水 对整个地球的生态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而且在这里生长着非常多的动物还有植物 这个红树林它不是只一种树 它是由很多树组成的 但是这些树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能在海里头生长 这也是唯一能在海洋中生长的树 这些树它切开以后一氧化 里头就泛红色 所以叫红树林 这个红树林的生态简直太好了 你这样放眼望过去 成百上千只的这种红蟹 钻在这个洞里头 我稍微一动它就立马钻进去了 然后我再停着不动 它慢慢又出来了 视力相当的好 但是今儿咱吃的食材 跟螃蟹可没关系 但是咱吃的食材和泥土是有关系的 也在泥里头钻着 叫啥呢 叫做泥丁 也叫泥虫 因为这样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池塘 这些池塘就养什么鱼 虾 还有各种贝类 包括海鸭子 当地的海鸭 这海鸭蛋也是个特产 但是说着这些吃的 主要还是吃泥虫 走 这些池塘 这是要前我 来 来 来 借用你的宝地 我就说两句话 行不行 这是一个小插曲 在吃泥虫之前 我来到一位村子找一口井 这个井叫东坡井 为啥找这个井呢 因为红树林和苏东坡还是有关系的 刚才我还想 我开一个陕西牌照的车 在这个村子里乱转 一会大爷大妈拿个镰刀拿个叉子 让我车围住说 你一个陕西牌照的车 在我们广东村子里转啥转 我说不好意思 我想找找东坡井 东坡井是你看的吗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给自己加个戏 其实村子里头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他俩在这叽叽喳喳 因为下午天太热了 这个红树林为啥和苏东坡有关系呢 就是因为苏东坡当年被贬到海南丹州 后来从丹州又复命来到连江这里做制服 你说我说 从丹州跨过琼州海峡 来了路上的宰相谋害苏东坡 为啥 因为他俩有仇 宰相就找了一个海怪 一看就是神话故事 宰相是人还能找海怪 请得动吧 找这个海怪 这个海怪是个乌龟精 在海上就兴风作浪 准备打翻苏东坡的船 正在乌云密布作怪之时 天空乌云突然散开了 一道白光闪现 就是天后娘娘来了 天后娘娘看见这个海怪 拖鞋一拖 那是夏天 三福天 天后娘娘穿着拖鞋来的 那个鬼随 你在这做怪的 后来三拖鞋 海龟精法力尽失 完了以后天后娘娘要走了 然后大手一挥 突然出现一抹绿 在沿海边边上 就形成了红树林 这个红树林就可以抵御海怪的侵扰 听明白没你俩 鸡鸡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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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你看啥叫一个爱猫的人 车上随时都有猫粮 给你俩喂喂 来 喽喽喽喽喽 我不知道这个鸭子 这是鹅还是鸭子 我不知道这个鸭鹅它吃不吃猫粮 所以说咱给它少喂点 谁记得气这么紧 喽喽喽喽 你俩 我在这说话的时候不停打扰我 这喂吃的不来了 喽喽喽喽 进去 围绕红树林周围有很多农庄 就是农家乐 专门吃的特色美食就是泥丁 这家叫红圆农庄 咱俩这尝尝 它这环境还挺好的 挺大的 一进来有个池塘 这就是一个农家院 停车挺方便 还这个颜色 这个应该是泥少一点的 所以这个浅 这个是泥多的 还在活着 这样看上去确实挺恐怖的 挺恶心的 但是这就是美味 它这些食材都摆在农箱里 没有菜单是直接点 但是这 硬的有菜单 我点了一个脆皮小堂菜 38一份 还有毫力煎蛋 这个蛋就是海牙蛋 褐色的泥虫粥是10家 再点个蒸泥虫 还有花生猪手宝 58一份 这几道菜就够了 这就是红色里的泥丁 那个血 这是血 这个泥丁里面有血 那肚子 好神奇这个菜 血也可以吃 这个肚子对很鲜的 鲜味是吧 嗯 你看看这个泥丁和沙虫还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没有 这个泥丁是这个样子 就短短的 非常的粗 沙虫长又细 现在它属于养殖的还是野生的 野生的 是养殖的 要去挖是吧 是挖的 一般什么季节挖 现在可以挖 现在水还是退就可以挖 下午的时候还是一退 它前面是这样子 后面还有一个尾巴 这是尾巴 这是尾巴 一会把它翻一下 也就是说它里面 按起来鼓鼓当当的 全都是水 都是血 血啊 没有脏东西了 没有 这是脏东西 这是 这是 扔掉 没脏东西 嗯 一把这个 一百二一斤 嗯 还是挺贵的 市场可能便宜一点 市场里面它有很多水分 大姐在叫狗 大姐 大姐 小鸣乱点 来了 看到了 看到了 两个小土狗 小狗 中国的土不是两个 一 二 三 四 五 长得好看 扯蒙扯蒙的 狗狗狗狗狗狗 五兄弟 也不知道哪是老大 我发现鸡狗是一家还是好朋友 互相不打架 你看 和谐相处 不光是这个环境是原生态 你看这 都是拿木口来大锅炖煮的 真正是农家菜 现在要做 嗯 是 好 好 这一串丰盛的菜肴就好了 沙虫咽 开吃 就是先把这碗烫一烫 这个沙虫粥 这个是蒸沙虫 水是够烫的 这么多先吃哪样呢 先尝这个粥 特别的鲜 这里面的泥丁本来是黑黑的 结果翻过来以后看起来是白白的 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一点也不恐怖了 里头除了粥 还有泥丁 就是这样的香菜 还有葱花 就是一个字鲜 这个泥丁舀起来是咯吱咯吱 又有脆感 又有点韧性 就像比较脆 比较硬的橡皮筋一样 然后它这个汤特别的咸 为啥鲜呢 就是它加了沙虫的血 沙虫的血是黑褐色 但是进去一熬你就看不出来了 这个泥丁粥为啥好吃 跟它火候也有关系 先把粥在高压锅里压 压好以后最后就几十秒 做这个泥丁是按秒来控制的 基本上60秒 90秒 就赶紧出锅 稍微烫一下 要不然口感就没有那么脆了 这个泥丁也叫泥虫 也叫土笋 确实有点像沙虫 傻傻分不清 之前阿星在厦门的时候就犯过一个错误 我一直以为这个土笋洞用的是沙虫 其实不是 就是拿这个土笋是啥呢 就是泥虫 泥丁 是不一样的 这个要比沙虫便宜 所以说有很多不良的商家 海鲜市场里头 你买这个沙虫的时候 它给你用泥虫来代替 因为分不清 尤其是你翻过来以后 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 不过这看起来 这就是沙虫 我自己都老说错 它俩有啥不一样的 生活环境不一样 泥虫它是在泥里头 泥凝的攀土里头 然后沙虫它就在沙子里头 就沙虫它稍微白一点 长一点 然后泥虫它就粗一点 短一点 而且是黑一点 颜色也不一样 但是老实讲 这两种虫子看起来都不好看 奇丑无比 而且感觉不干净 其实是错了 就是泥虫 它对这种生长环境要求特别高 为啥在红薯林这才有泥虫呢 就是因为这自然环境好 稍微土壤污染一点点 它就不能生活了 也就是说这一勺子下雪的好家伙 纯天然有机宝剑绿色食品 滋阴补肾又养颜 海中的冬虫夏草 除了做粥 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清蒸 这一盘混酱苦不少 就加了一点蒜 葱花 还有蚝油和盐调味 这样做起来虽然是虫子 但看着还蛮有食欲的 这样看上去感觉像切完的鱿鱼丝 这一口就是山珍与海味 再尝这个小堂菜 脆皮小堂菜 小堂菜就是上海青 加了一些肉馅调味的 这个是鸡蛋面糊炸的 用的是墨鱼肉 海鲜馅的 它这个是农家做法 本来上面还可以铺点杏仁 比较精致 蘸点番茄酱 咱们吃到一口 真是番茄甜辣酱 我不太喜欢这个口味 我觉得这个原味就已经够好吃了 它这个口感外面是脆皮 里头是软软糯糯的 这是一道经典粤菜 这一口味是美专粤的 这个准备是美专粤的 这个给它看一尝 你尝一尝 再尝这个海利煎的海鸭蛋 它切开了感觉像个蛋做的披萨一样 海利葱花还有海鸭蛋 混在一块 这个感觉有点像海利煎 尝一尝 这鸭蛋的味道和鸡蛋还是不一样 超级超级香 它里头的海利都是小海利 虽然很小 但是特别鲜 再尝这个花生猪手宝 刚才老板说他家这个猪用的是 当地村子里的土猪 你看这肉质是油亮油亮的 有嚼劲 虽然这个猪皮吃起来韵韵的 坦坦的 不是那种炖的特别烂 特别啪的 但是非常入味 我这个重度花生爱好者 还有尝尝里头的花生 好 这顿饭我就吃完了 一共花了340块钱 它家这个味道不是那种很精细的菜肴 就是土菜 突出一个土字 但是来这吃饭 第一 就是环境 吃完饭 周围逛一逛 你就看这些牛 你到哪能见这么多牛 是不是 动物园票都省了 还有一个就是尝一尝特色的泥虫 老害怕它抵我 好 那就这样 赶紧走过这 normale 妈咱也这就是